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生,我是一名药剂师 最近很多网友都问我关于血压的问题 比如说血压一个星期要测量多少次 每天吃酱鸭药会伤肝伤肾 那为什么还要吃药呢 吃酱鸭药回到正常值 就可以不需要再吃药了吗 吃香蕉对酱鸭有效 那我可以不会天天都吃很多香蕉呢 这些疑问今天我就会在这支影片一一的解答 家里有高血压的人担心有高血压的你 这一集你一定要看完哦 尤其是怀疑自己是否有高血压的人 一定要遵守七二三法则哦 七代表一个星期七天每天都要测量 二代表早晚都要量 比如说起床后和睡觉前 三代表每一次要测量三遍 然后就拿那一次的平均值 这个表是血压标准值表 我们都知道 如果血压超过14090 都可能代表高血压 如果你遵照七二三守则去测量血压 在一个星期内偶尔只有两至三次 收缩压是超过140 医生未必会开降压药给你 因为我们知道 血压高有可能只是你睡眠不好 或者是看到药技师太帅而紧张 可能隔天你的睡眠有所改善 在家里自己测量血压 可能血压就正常了 如果这个时候开降压药给你吃 不是显得很不专业吗 一般上如果排除一些会造成高血压的因素 你偶尔的收缩压还是超过140 我们会建议你去运动 体重控制低延饮食 三个月至半年再去追踪 如果还是很高 才可能需要降压药 医生在开药前都会先去评估病人的肝肾功能 而且医生开的药物都是经过很多人体实验的药物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你吃降压药物可以降低你在这20年心脏疾病和中风的风险 你不是降压药物 你得到心脏疾病和中风的风险会比一般人来得高 而且有的降压药物不只是降压哦 还有保身的功能 根据我们现有的证据 血压每上升10 中风的风险是30% 如果你处在长期高血压的状态 就可能会伤害到你的肾脏 甚至是头脑 很多时候你当下看到的正常血压是因为当下你的身体还有药物抑制你的血压上升 可是当你停药后可能血压就会飙高 高血压是慢性病所以需要长期的控制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血管的弹性就会变差 血管就会慢慢的硬化 变脆变小血压就会升高 我们不可以逆转血管硬化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有些降压药物去扩张血管来降压 如果看这视频的人是没有高血压的话 就要从今天开始去运动 让血管维持弹性 如果你现在的血管已经硬化 也别气馁 运动也可以延缓血管硬化的程度 我总结刚刚的问题 根据现有的数据 就算你的降压药物可以把你的血压变正常 你还是要继续吃药 你可以和你的医生讨论是否能降低药物的剂量 如果你吃的降压药物是保甲的话 你就不太适合吃太多的香蕉 因为香蕉含有很多的甲 甲虽然可以降血压 但是过多的甲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而且也会导致肌肉酸痛 你可以询问你的医生或药剂 你吃的药物是不是这一类型的 不是说完全不能吃 偶尔吃一两根香蕉是没问题的 还有就是很多高血压的人都喜欢吃低钠 以为这个做法是正确的 所谓的低钠炎就是钠含量很低 但是它是用甲离子去取代这个钠 所以低钠炎的甲离子是很高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今天是吃保甲利尿剂的话 就不太适合吃低钠炎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点赞 如果你在这个影片中有学习到任何的小知识 记得帮忙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小知识 还有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